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龙井野菜丸 虽说这道菜叫龙井野菜丸 但它的主料可不是龙井茶 而是生长在龙井茶香的野生季菜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准备五花肉 鸡蛋 春笋 笔记 胡萝卜 生粉 以及盐和味精等调味料 如果我们找不到龙井野生季菜 该用什么原料来替代呢 我们在别的地方不是在杭州 我们很难买到这种野生的季菜 龙井野生季菜怎么办呢 可以用这种绿色素菜代替 像菠菜 芹菜 芹菜 芹菜这种都可以 都可以来代替 是吗 可是我还是很难想象野菜它和在一起 它能挤成丸子吗 它想起来好像是一种色色很干很色的感觉 能好吃吗 这个就是我们野菜丸 今天教你一个窍门 教一个窍门 保证好吃 特别介绍一下王师傅是来自杭州喜乐酒店的王中农师傅 非常的年轻有味 那么请告诉我我们这个龙井野菜丸子 我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首先我们要取的五花肉 要均匀 非常漂亮的一块五花肉 画出来的一样 首先我们给这个肉切成末 切成末 肉切成末 就是说这个比较讲究的做法是 哪一块漂亮的五花肉 我们回家来自己吃肥瘦均匀 那么有的人可能到超市上去买 这种现成的肉馅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 这就跟我们在家里普通剁肉馅是一样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肥瘦均匀 这个在选料上有一些讲究 好 我们这个肉馅已经快剁好了 剁好肉馅之后 我们将季菜焯水去掉草酸 之后挤干水分剁碎备用 接下来王师傅确保 这道菜口感爽滑的第一个窍门 就要登场了 好 现在我们这个季菜 野生的季菜也已经焯好了 剁好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来过丸子了 没有 现在就是做丸子 还有一个对于小窍门 还有小窍门 对 是什么呀 还有煎蛋皮 煎蛋皮 对 那为什么要做蛋皮 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蛋皮做好之后 有餐在里面的 有它的减少那个这种 蔬菜的那种色味 哦 增加它的口感 那是需要三个鸡蛋 两个鸡蛋就够了 鸡蛋给它打扫 嗯 蛋汁里面需要加什么调料 需要盐吗 嗯 就大家加那个色淀粉 淀粉是吗 色的淀粉 色的 色的淀粉 加多少 就一勺就够了 一勺够了 还要加盐吗 不用加盐 不用加盐啊 嗯 油少一点 嗯 油一定要少是吗 嗯 那现在可以浇下去 浇下去 放浇中间 就这样倒下去就可以了 好 倒下去 倒关 倒完 倒完 对 那这个要倒一个什么头子 都要像那个皮子 这个边上都要翻起来吗 就翻起来 哦 也就是说 必须这个蛋饼到时候 吃起来会有种脆嫩的这种感觉 对 增加它这个丸子的口感 增加丸子 否则我们大家一想起 这个野菜丸子就觉得 那种色色的干干的一种感觉 对对 然后我们给蛋皮切成末 切成末 对 蛋皮呢不用多 就是少量就可以了 少量就可以了 嗯 你刚才这个 你看这个咱们这个野菜这个末 哈 嗯 就是切的是碎碎的 对 现在这个蛋皮呢切出来 它也是碎碎的脆脆的 那么在一起 它能 能沾在一起吗 能 这个就是我等一下再教你们一个窍的 哦 好 接下来我们将笔记 胡萝卜 以及超过水的春笋 切碎备用 在肉馅中加入盐和料酒 之后将肉馅与季菜 按一比三的比例搅拌 同时加入鸡蛋饼等配料 搅匀之后 在锅中加入热水 眼看着就要开始制作丸子了 王师傅的第二个窍门怎么还不登场呢 王师傅啊 你现在水开了 该下丸子 可是我还是有点着急 有点担心 因为我觉得 你看这么多蔬菜 而且刚才切的全是这种小碎丁 我就担心这一下去水一滚 它可能又可能要散开了 该怎么办 对 现在我开始教你一个小窍门 小窍门 对 现在我们去淡青 哦 用点淡青 嗯 也就是说这个丸子在入锅之前 先要蘸一蘸淡青是吗 对 做丸子的这个还是用手来挤 对 挤出来这个丸子会比较圆 这样再裹一下淡青 裹一下淡青 这样的话好像比较踏实一点 比较放心了 觉得可能不会马上就散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啊 还有 还要再撒一点深粉 这下我就彻底放心了 然后呢 像这普通的丸子呢 有这种毛测的感觉就没有了 啊 这个水温就必须要得这个水完全沸腾 大滚 大滚了之后 非常的坚实 我拿那个 拿这个漏勺轻轻地碰一下 很坚实 好 揉 揉 先揉均匀 然后加淡青 淡青力过一下 一进淡青 这心里就有点那个太滑了啊 好 这 这身份在上色上去 不能太多 要均匀 嗯 对 我让它在上面滚一滚 对 好 身份一定要均匀 多了 多了少了都不行 对对 做得不错 但是就是生粉还不够匀 生粉还不够匀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丸子 在水里看着感觉 好像是这个丸子外面 包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的这个膜 对对 所以让大家感到很放心 不是也有这种静音剔透的感觉 对对 那这样的话就算丸子烧好了吗 丸子差不多腾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 挑起来 对对 然后我们给丸子捞起来 捞起来 丸子捞出之后 我们在锅里放入高汤 再将丸子倒入锅里 加入事先准备好的西红柿和金针菇 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味精 这道龙井野菜丸子就大功告成了 这道又好吃又好看的龙井野菜丸子 接下来就要请我们的美食鉴定团 来现场鉴定一下 这野菜丸啊 可以再喝点龙井茶比较好 我觉得女孩子吧 吃这个肯定会既健康 然后又美容 把野菜细做 既兼顾了营养 又兼顾了健康 明天的节目里 杨帆将带领西部队 为您带来一道 拨冷鱼汤 一菜两吃的麻辣冷窝鱼 精彩内容 不容错过 不容错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nno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